好的 比赛开始 那么青岛队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球权 好球 广赛打快 再次拿下两分 这开场啊 青岛队虽然说进攻非常不错 但是在防守上 确实内线的保护护框 还需要再次加强 吉普森再扔三分 哇 这个球广赛 广赛传的有点大 采线啊 虽然说刘征是这种速度型的封线 但是这个球传的确实太大了 看龚孝斌 龚孟岛来到青岛第三个赛季啊 能否 本来这赛季啊 是信心满满 要把青岛队带进季后赛 但是开局这个八连败 确实让龚孟岛也是国内的球员啊 不断的换 像刘淑南啊 也是上个赛季来到青岛 这个球林志杰没有投 好球 胡金秋 现在非常的稳定 之前也说 胡金秋现在的这个状态 包括个人能力 已经达到了 本土顶级内线的级别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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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金秋内线拿到球 确实不太好防啊 胡金秋这个速度 包括他这个灵活气呢 上赛季张成宇一度挤进了 本土得分榜 国内球员前五名 一度发挥非常出色 胡金秋一如既往的稳定 好的 继续加油 再来 他也不错 可以更坚决一点 可惜这个球被断了 不够凶啊 看看龚岛是不是给吉普森 这个球没放进啊 有点可惜啊 龚岛这个球 背身还是挺强硬的 完全挤开了空间 广沙还是反击 倾倒现在啊 进攻节奏要把握好 辫子哥 外线两个外援 做一下掌拆 但是大外援总是往外拆 胡金秋上来就见笑 今天博洛西斯 篮筐盖盖盖了 转移球好球 漂亮啊 这一个低位的侧影 应该说把广沙的进攻 节奏完全非常不错 这些球还是弹框而出 这个球拦不住 胡金秋这个点啊 一旦今天在禁区内拿到球 这个内线高度 稍微有所下降 好球 胡金秋 但是却明确 福特森没有赶投 给胡金秋好球 二加一漂亮 躺了半天 确实广沙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进攻 福特森 还是主要进攻 跟胡金秋打挡拆 胡金秋顺下接应 拿到球了 好球造成了犯规 这个球 福特森 打的节奏掌握不错啊 没有一个劲 闷头冲 还是找到了非常好的出球时机 其实对球队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效率还是非常高 确实 相对于伯洛西斯 他 现在在队里 福特森 赶不赶投了 转移球 内线强打 还是打进 好球 十分球 一番对抗 对比赛造成了一定的悬念 在蓝配不上的情况下 应该说打的还算比较不错 发挥了自身的实力 而广沙队却是在三分外线 活力 今天全失的情况下 靠着福特森的突破 靠着内线的进攻 尤其是 胡金秋的成功率 还是把比赛拿下 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broth3rmax